在清明节祭祖扫墓是华人的传统 清明节前后15天更是扫墓的高峰期 但是尽孝道也不能忽略防疫大作战 为此吉隆坡广东益山就做足了防疫措施 包括测量体温 提供口罩和消毒液 并鼓励民众避开人潮较多的周末 游子也不必特地回乡 再一箱上一支清香或是一杯茶 同样能一尽孝道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遇上新冠肺炎疫情 而目前我国第二波疫情还没有减缓的迹象 这个时候最必记的就是人潮聚集 还有要特别注意个人卫生 为此吉隆坡广东益山将会为那些扫墓的人提供口罩 不过他们也提醒说 最好就是来进一份孝道之前自备口罩 吉隆坡广东益山主席李正光向本台指出 民众踏入益山之前要先通过体温检测 主要出入口和厕所等也会置放酒精消毒液和洗手液 还会动员在益山范围内走动 随时递上消毒液给扫墓的民众 此外扫墓讲究凉晨吉日 防疫期间更是要选对时辰 尽量将人群聚集的传染风险降到最低 我们觉得把那个高峰期延长 就是说不要在礼拜天礼拜六来单单那个时候来清明 只是清明真的来说每天都是清明 有心就好了 清明的目的是孝道报恩传承你的孝道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在那段时间里面 就可以把礼拜一到礼拜五抽个时间来拜访 另外广东益山提醒所有孝子和孝女 不要带上孩童一起扫墓 并尽量减少焚烧 祭祖扫墓之后也应该尽早离去 避免聚集人潮 在这一段疫情高峰期 广东益山也鼓励外国游子暂时不要回乡祭祖 以避免病毒扩散 其实即便身在异乡 尽孝道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你办一的时候不一定要亲自到 不需要戴亲自目前 不是说你在澳洲 你向着马来西亚 吉隆坡的方向 现在国国很简单 定位很简单 找到定位以后 就一根香 一杯茶 向着祖先跪拜 我常常都这样 我家上在金宝 我不能回去的时候 我也跪拜 一根香这样插住 就是一个诚意 所以向到很多方式 不一定要在面前 请你大餐啊 吃什么都笑 不是 笑到这意义很重要的 你给他一杯茶 他感恩了 清明节期间 不少孝子和孝女 都会拎上一堆食物 共济在亲人坟前 对广东益山而言 这会造成环境污染 民众应该减少食物 或是打包带走 广东益山也特意添购 上百个分类垃圾桶 鼓励人们扫墓之余 也做好垃圾分类 既能保护环境 也能保护好身边的人 不让病毒有机可证 NTV7 红美玲采访报道 我应该去做好垃圾桶